如果依照觀念分析哲學家所提出來的觀點的時候 他提到什麼叫做所謂的教育 如果談到教育的本質 他所涉及出來的什麼叫做所謂的教育 而Pilus裡面對於所謂的教育的觀點 去對他做所謂的概念分析 針對教育的本質來從事概念分析 希望能夠去把這些原理原則 或者是議題來從事比較深度的研究 他把它稱為叫做教育本質的概念分析 所以他所涉及出來的層面 包含這幾個相關性的主張 一個部分裡面所提出來的 他認為說教育它是一個本質爭議的概念 它是一種爭議性概念 那爭議性概念它代表出來就是 每一個人裡面對於教育的主張 或者是他的觀點 他是具製的 就像莫子常常提到的這一句名言 一人一意 十人十意 一個人一種講法 十個人十種講法 所以每一個人對於教育的主張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認為說教育它是一種爭議性的概念 第二部分在考量的時候 另外一部分裡面提到 教育它本身是一種複合性的概念 這教育本身它是一種複合性的主張 這複合概念它所指成的 它教育是一個複合名詞 複合名詞的意思指的是 它會由教跟育這兩個字組成而成 課程是課跟成這兩個字組合而成 教學是教跟學這兩個字組合而成 所以他認為說教育乃是一個複合性的概念來做呈現 第三個部分他認為說教育裡面它本身是一種多樣態的概念 來做呈現性的過程 那教育為什麼是屬於多樣性的概念或多樣態的概念 教育會呈現出來不同形式 各位在學校教書是一種形式 各位在線上從事學習是一種形式 包含各位去從事校外教學也是一種形式 你去做旅遊遊學也是一種形式 所以他認為說教育本身是一種多樣態的概念來做呈現 第四個部分在發展的時候 他認為說教育本身它是一種工作成效概念 教育是由工作成效概念組成而成的 工作成效所指的工作指的是未完成的部分 這區塊裡面稱為叫做text 叫做未完成的 那另外一部分則是成效 有人把它稱為叫做成就 它是由achievement這個字眼裡面所組成的 所以他認為說教育本身是一種由工作跟成效 這兩個部分所組合成的相關性的概念 各位可以從這部分來做理解 所以各位在現在考試這些叫做各位的工作 各位有一天達成的那叫做獲得成效或叫做成就 那當然各位裡面在內心當中就會有另外一個工作 會再做形成 它是不斷循環而成的作為 所以提到在對於所謂教育它的本質觀點 來跟各位稍微做探討跟分析的動作 各位這部分應該沒問題 我們一般人在對於教育當中的相關性的本質 去做相關的探討動作 這部分來自於英國的觀念分析哲學 對於所謂教育的觀點 先做一個相關概念的探討跟釐清 第二部分我們在做考量的時候提到 什麼叫做所謂的教育 所以會對於所謂的教育上面的觀點上 來做所謂的分析的動作 所以那教育裡面它在做涉及的時候 它所考慮到的意義性 那就意義的部分來跟各位裡面做分析跟探討 而教育的意義一個部分所涉及出來 是就自意的觀點來做解釋的動作 那自意就教育的自意 一則是由中文的觀點來從事解釋 那中文裡面在談到 對於所謂的教育的觀點來做分析的時候 一則來自於說文解釋的立場 說文解釋裡面所提到的 稱為叫做教 他認為說教叫做上所思 下所孝 上面的人教 下面的人仿向 叫做上所思 下所孝 欲 它所指的稱為叫做 楊子始作善 欲的話指的是楊子始作善 所以在教化過程當中 它的目的是要讓它從不善導致為善的過程 各位在做形容的時候 段育才裡面對他所作的解釋 欲這個字 上面的話 它所代表出來是兒子這個字倒過來寫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到他是兒子這個字倒過來寫 所以讓它從不正導致為正的概念 那稱為叫做讓它成為好的情形 那稱為叫做教育的主張 所以在教育二詞一起在做使用的時候 在孟子進新篇裡面的話 特別提到 得天下暈才而教育之此三樂也 所以教育是三樂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在教化人才當中 如果有機會去教到不錯的人才的時候 那這樣過程裡面是屬於教育者最開心 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也包含各位裡面在這樣課程當中 能夠有所成就 而且能夠獲取正職 這也是我們在做教學當中最快樂的一件事 提到就中文的見解來跟各位做分析的動作 第二部分 我們在做考量的時候 在西文裡面對於所謂的教育上面的字眼上 也會從事分析跟探討的動作 那西文裡面在談到對於所謂的教育的主張的時候 一則有一些學者裡面在做考量的時候 會提到稱為叫做Pedagogy這個字眼 那Pedagogy這個字眼把它翻成叫做教育學 或者把它稱為叫做所謂的教學學 的呈現 所以認為說教育當中所做的呈現 最要緊的事情莫過於教學 所以在西方裡面在談到所謂的教育的時候 其實最關鍵的一件事叫做教學 所以教育學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呈現出來 是一種教學學的代表 那另外一部分在談到所謂的教育的時候 那西方裡面當然會採用到的用語叫做Education 所以談到Education的主張 Education裡面所提到叫做教育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所談到的觀點 稱為叫做引出的觀點 所以教育代表就是引導引誘的概念 所以一這個字眼所代表出來的叫做出 所以的話那Deal這個字代表叫做引的概念 就各位一定要特別的去做理解跟主張的動作 所以就教育當中的一性來跟各位裡面去做減二的討論動作 第二部分在談的時候我們要談到說教育當中在做所謂考量的時候 那在中國的相關性的著作當中 也會提到對於所謂的教育的概念上去做若干性的探討 所以在經典上的意義分析 經典上教育的意義分析 他們如何去談教育的 所以從既有的經典上來做考量的動作 各位裡面在做社集的時候 一則部分裡面提到的是在理記、學記裡面所提到的概念 理記、學記這裡面提到對於所謂的學的部分有特別做解釋 他說教育者長善而就其私業 教育者長善而就其私業 所以能夠去對於善的部分去做呈現 而就其私業去把當中裡面不足的部分去做補足的過程 這在理記、學記當中所探討到的層面 這邊各位至少要做理解的動作 第二部分裡面提到的在中庸當中對於教育也有做詮釋的動作 中庸裡面提到教育的時候 他提到的是天命、智慧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裡面一開始的時候會有其差別的 所以是屬於來自於原始的天性、天命、智慧性 率性、智慧道 所以需要你對於人性上面去做引導 所以都要率性、智慧道 再其次是教化者的工作 修道、智慧教 所以修道、智慧教 所以這在對於所謂教化當中裡面所扮演出來的角色 這是中庸的見解 這邊各位可以做理解的動作 另外一部分裡面提到的是在 《荀子》的修身篇裡面 他也特別提到 《荀子》的修身裡面 他是特別提及的 對於所謂教的工作 是希望能夠以善仙人、畏之教 在對於所謂的教的工作 各位可以從這部分去做釐清 所以教育的觀點 就字意上有做詮釋性的動作 另外一部分也就相關性的經典 它也涉及了對於教育的相關性的詮釋 各位可以從這部分來做相關性的討論 跟所謂的分析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在對於所謂的界定的情況上面 來做分析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主張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相關性的定義 會有不同的詮釋作為 所以第三個部分 我們繼續談到是在對於所謂的教育的觀點上面 來從事教育的相關性 本質性的定義探討 所以第三個 提到教育的本質定義的討論 那可以看到對於教育當中的本質性定義 如何去做所謂的細分 所以談到教育的本質定義 教育的本質定義 包含了幾個相關性的要項 各位可以從這部分來做探討 第一個部分 把它稱為叫做規範性的定義 在教化的學者當中 會特別認為在教育當中 有一些人所採行的定義的方法 採用是用規範的概念來從事界定義 用規範的字眼來做界定義 那這規範的字眼 各位比較簡單的時候 它指的是用正向的價值來做詮釋 規範指的是用價值的方式來做詮釋 所以可以看到這樣的主張 大多數指的是用善的字眼來做呈現 用正向的價值來做定義 所以哪些算是屬於規範性的定義 剛才各位裡面看到了 包含了對於所謂的禮記學技 他說教野者長善而就其失業 所以各位這邊 剛才影片特別在禮記學技裡面所提到的 禮記學技 這邊提到 教野者長善而就其失業 長善而就其失業 這邊所提到的價值 有一個善制 所以各位裡面在談到界定的時候 如果提及了真善美這些價值 如果涉及到真善美的價值 都被稱為叫做規範性定義 各位在這部分裡面的話 一定要去做掌握的動作 所以這邊提到 禮記學技裡面提到 教野者長善而就其失業 這樣的概念被稱為叫做規範性的定義 另外一部分 各位裡面提到了 剛才所提到的 荀子所提到的 以善仙人為之教 有哪一個字 有善這個字 所以各位裡面在荀子修身篇裡面 這邊特別提到的 以善仙人為之教 也是屬於規範性的定義 為什麼 因為有善這個字來做呈現的動作 所以各位裡面在做探討的時候 我們剛剛裡面所提到的 在說文解誌裡面所提出來的界定義 善所思 下所下 欲 揚子始作 善 所以它也是屬於規範性的定義 這邊各位至少可以做理解的動作 可以喔 我們在談規範性定義的時候 它只要涉及到真善美概念的時候 都被稱為叫做規範性的定義 各位這部分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性 我也把它學過來喔 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跟郭文明繼續在做討論的時候 提到的是 教育當中會有所謂的功能性的定義 所以教育裡面所涉及出來的 是哪些相關性的功能 可以就功能上來做詮釋 所以它所指的是 教育它本身所涉及出來的 它的啟發的功能 教育上面它應該要有的啟發 或者是引導的功能 那稱為叫做功能性定義 所以教育可以做哪些的誘導 諸如像杜威所做的主張 他說 教育即生長 教育就是不斷地去做漲成或進步的過程 那稱為叫做功能性定義 第二部分提到的 像杜威也繼續提到的說 教育是經驗不斷改造與重組的過程 教育是經驗不斷改造與重組的過程 這樣概念也被稱為叫做功能性的定義 所以各位有在談的時候 後來裡面所做的前世 他說 教育所代表的就是自我實現 教育及社會化 只要能夠對於教育概念 能夠提出啟發或者是誘導 社會化傳承的歷程 都被稱為叫做所謂的功能性的定義 這邊至少各位可以做理解的動作 第三個部分